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一個正方形它的邊長是AR 那麼它的這個外接緣的面積是等於多少 我們知道這個外接緣它的這個直徑 就是等於這個正方形它的對角線 這對角線是根號2A 根號2A是等於直徑 是等於2R 所以R的話等於多少呢 除過去2分之根號2A 所以它的這個外接緣的這個面積 A是等於πR平方 就是π乘以多少 這個平方是等於2A平方 所以答案是2A平方π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D 我二分之一πR平方 我二分之一πR平方 那就好